那个西人的天堂跟我们的天有没有 区别 有区别的 西方天和东方天不一样的 所以东方有流离世界 西方有西方的天 都不一样的 这个里面有很多讲究的 才让我告诉你 我到过西方的天看过 这个里面看起来都是 很安静很干净 边上白雪挨挨的 但是呢 一点不能 就这么简单 非常漂亮很安静 就像西方社会一样的 人少 听到懂吗 懂 那就跟我们的 是不是感觉我们的天 比较殊胜 然后境界比较 不能这么只是讲 是不是境界稍微高一点 没有没有 天有33天的 有的天是西方的 有些天会 就比方说东方的 他都是这样的 实际上就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你用不着想很多 我举例子最清楚了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国家 人家生活在人家国家里 我们生活在我们国家里 你说 你说是 大家 大家你说谁好谁不好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一句话就解决了 嗯 你说谁境界高 我们都在这个地球村里 我们都在这个地球上 你说谁境界高了 嗯 好的国家也有境界低的人 差的国家也有境界高的人 嗯 对不对啊 对 对对对